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说的那个话我很感动 我甚至都能背过 说这个三亚的到来 不是海南三亚 三亚同志的到来 说是我的救助 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 您还说什么 说明年我将衰老 但在我尚未特别衰老之际 您还要说什么 我就说 人只要是没死 他就是活人 他就做活人应该做的事 享受活人待遇 在他这就是三个万岁 还是要说生活万岁 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 真成诗篇了 我觉得他也算是一辈子青春不改 当年就是青春万岁 一直到现在 谢谢 不敢当 我是比较早知道这件事的 所以第一次我去见三亚姐姐 我叫他 就是我很意外的一个 就是刚一进 我们是在一个中东餐馆里见面 我记得远远的我一看 我觉得见到了崔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身影 真的像您的就是前夫人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您这话里有意思 缘分 是有 是有点 不止我一个人 我跟这个 这 这 山山亚女士啊 见面的第一分钟 我就 觉得就是她 我就 有一种 秒 被秒杀的这种 一见钟情 而且我呀 后来我还发现 凡是大事 我决定都特别快 一两分钟 比如去新疆 两分钟 我少年时期入党 决定 两分钟 我要写作 写小说 两分钟 反正小事我都决定的慢 比如买一表 买 买两万的 还是一万的 还是八千的 还是六百的 这我可能做梦半天 那肯定是头脑里出现一种 无可阻挡的直觉 这 这我不知怎么解释 是吧 但是我就觉得 大事啊 不是一个 拿算盘 算盘如打的东西 哎 这话 有意味 有意味 哎呀 小事 您可以竭力算益呢 没错 哎 一篇文章的题目 你可以 你可以两月定不下来 但是大事两分钟能定 我可以证明 因为那时候我听说的时候 好像才见了15天 嗯 王老师那时候的感觉是 就定了 而且是 我们开玩笑 用英文说如何如图 叫like fire like tea 如何如茶 如何如茶 哎呦 就是那时候那个热烈的程度 而且我就知道 我当时在私下就预谱 我说这肯定是 今年秋天 恐怕要办事 我跟你不信 你去跟咱们避风问 果然吧 而且就不愿谈谈太长时间的恋爱 就是要赶快办事 什么事到他这嘴里面 我说这意思就是说 他倒是这个印证了这种啊 一见钟情 是 不用考虑太多 是 我说这是我的幸运 哎 因为有些啊 有些老年丧偶的呀 嗯 呃 想再 哎呦 麻烦死了 我就不说了 不说人家了 好像我说人家 我这得便宜卖怪似的 这事 对对对 就考虑的太多了 考虑的非常多 非常难处 对 你们俩人都已经成型了 是 是不是 本来互相甚至印象很好 真的一接触 根本就不行 太多了 太困难了 比年轻人 比年轻人恋爱还困难 年轻人比较容易如火如荼 这老年人他很他很理性啊 但是你看啊 就是这个呃 前两年我母亲啊 突然间这个中风 中风就是光是这个不能说话了 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失魂落魄 然后这个孩子们反倒就不能理解 就说你怎么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我爸爸就说一句话 他说 哎你们年轻人要是失个恋 你们是什么样 我们生活了一辈子 突然间没有办法这个这个交谈了 是吧 所以我反过来想啊 就有句话讲啊 这个就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 那您说 您这个这个黄昏恋啊 不是 这像年轻人那种恋爱 那么热恋呢 还是一种比较倦勇的 平淡的 反正我呀相对比较热 他说那15天 这还发生这么一个事 就是也就不过是六七天 六七天呢 另外一个朋友到我这儿来 我悄悄的跟他说这个事 他就觉得我很热 他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呀 我不敢说是七天 我记得我还报了一个谎啊 我说要十几天半个月 半个月你就这么热了呀 我更不敢说我是六天了 六天 这个我还搞了一次假冒成绩 我这辈子这个做假汇报的记录 不是太多 但这次就是有点假汇报那感觉 所以我还感觉他这个 虚报成绩 他这个小说的名字啊 没准是说出他的一个本命 青春万岁 他这是永保青春的一种心 王老师外号就叫做高龄少年 然后这是一个是谁 铁宁说的 然后三亚姐姐就是新夫人 也跟我说过 就那次见面 他说其实他说王猛觉得 哎呀现在这个年代 他还带着50年代人的那种热情和单纯 说现在其实就是两方 如果是人介绍一谈 这女方不论是女方男的 尤其是女方都要带着算盘过来 恨不得要计算器过来了 可是这事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觉得也是两个人都是简单的人才能 一见 你说这个 咱们拉扯一下 为什么好多人反应啊 说见着我本人呢 说你比在枪枪三形上显得年轻 这个我闹不清啊 这个我能给你解答 因为所有的人见到我呀 也这么说 他是这个特写镜头的人太细 人上电视都显老 比实际年龄都显老 我不知道一个是大概是这个电视能 是不是能把人的脸呢 那个模糊镜头 以后我要求用模糊镜头 还模糊呢 我告诉您个不幸的消息 马上就改高清了 哎呦 您这卷子里边 这个细胞都看得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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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那细胞都是活力细胞 不信呢 您看看这个咱王老 这个新婚啊 这这家伙有个什么风采 已经是这个范儿了 北戴河 这个我那个 您看我这胳膊那肌肉 我敢跟那个年轻人比 一点鸭肉没有 全是鸭肉 您再看下一张 这这这这这这 这这有点像老年旅游团 老年旅游团 这是印尼 印尼的一个旅游事 好 我再给您看一张 哎 这一张您得这个论说论说 好 为什么呢 我说您不能光在北戴河 是是 您也得到我们这水灾现场去看看 你知道啊 最近这事啊 它引起一定的争议 是是 就是渝瑶那个地方啊 本来呢 就是一个镇里的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 这么个小官吧 像镇官 他呢 到一个村里去 去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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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之书 结果现在这个村之书呢 这几天的村之书觉得挺委屈 因为呢 就是一开始就被媒体就骂 骂说他背这个小官 然后他说 我要是拍马屁 我背镇长啊 我背书记 他这官 而且呢 他说他就是我们村的 他会互相间呢 我管他叫小阿爸 还是他管我叫小阿爸 我管他叫小哥 他说那就五六米的这个水 本来网上开始传 说他穿的高档皮鞋 让人民群众背着涉水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最后人说就穿了个一百一百多块钱的一鞋 说是个半开玩笑的举动 说哎 我背背你 看我能不能背得起来 这个小干部现在也很后悔 说哎呀 我当时就没把持得住 怎么就让他背了这么一下 这一下就免职 但是实际 说实话 我是也有点同情 就是说 你说这媒体一打击啊 这玩意 这当个官也不容易啊 对他这判断都是计时的 这倒真是秒杀 就是您刚才说的 是因为我也也是 到今天你这么一说 我才知道 就后边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 有这么多细节 也不是高档皮鞋 他们的关系 可是我当时第一次在网上 别人传过来看的这个图像的时候 我当时一个计时的反应 的确也是 这个人太差劲了 而且他很善情的一个画面 然后把后边可能那高档皮鞋 都是后来猜想的 对猜想 网上一按这人就死了 听说已经免职了 是吧 你知道王老师 您是这作家 我就发现啊 这个中文呢 它是特别这个形象 而且呢 特别擅长用于这个指桑骂槐 寒沙摄影 上纲上线的时候 中文很厉害 因为那天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可大可小 这今天的图像的时代 咱要光看这图像 这象征了什么 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啊 而且这个人民的脚 可是站在这个水深火热里 好家伙 你要这么说 他不是免职 判刑都可以 您怎么看 不是 这个已经我不完全不了解 这个 我是觉得呀 但是这一类的事啊 我是觉得报道也可以报道 这也算是这个民意监督吧 但是要是组织处理啊 还是要慎重一点 最好别是 这刚一报道那就处理了 这让人觉得推快点 郑政府也说的很明白啊 他说当然我们这个处理 也跟舆论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但是当然他这个反正给人拍到了 那背了一秒钟也是背了 那他就是不恰当 我是觉得咱们 咱们这个 就是咱们的这个思想方式啊 咱们中华文化吧 是喜欢做整体性思维 是把什么事都放在一块来思维 西方的思想方式就跟西医似的 内科就是内科 外科就是外科 副科就是副科 南科就是南科 一是一二十二 一是二 他就分着来看 因为舆论就是舆论 是不是 但是你要是处理组织 那组织部门 他按人事工作的规则 人事工作的规则 不会不考虑舆论 也不会变成就是 由舆论一剥了 就能办到了的 那你就免一个人 你得有手续啊 你得有允许本人申诉啊 是不是 你得你现在法院你判个刑 还得那手续且得搭腾 且得这个还可以请律师 还可以申诉 我是觉得那样就比较好 我们这个舆论非常欢迎 欢迎监督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允许申诉 允许分辨 万一啊 当然不是说这俩人 我也不认识 比如这俩人 他要是 如果要是一个村里 小老乡互相逗着玩 原来就 你背我 或者互相摔跤 甚至你捅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我踹你屁股一下 这都有可能的 你要把他这踢屁股 那个场面弄成了 说这个就更严重了 这变成暴力侵犯 您是常年做基层工作 我现在觉得 他也有一个 就是说中国 在整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他还有一个 就某些个文明的观念 包括当官的文明 跟乡村的一些人情世故 他也有时候不太吻合的地方 你比如说秋菊打官司 其实说的就这么一事 对吧 有些时候 你说这个 就是说他们说 这个当地镇上就讲 说我们跟村里的这个农民 很多时候 就是称兄道弟 甚至讲个段子什么的 他们觉得这样 容易做工作 但是这东西 你比如说 谁要是拿一手机 哪天给你录下来了 放到网上 那你从当官的纪律上来说 你这是犯了纪律 这个又 而且这给这个就是公报私仇的提供了很大方面 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任何你的对头 或者你的政敌 或者你在他手上你你你你惩罚过他的人都可以随时一拍你你总能24小时都做一个清廉状吧 是你还真不知道谁拍的 对 而且这种请客送礼 我觉得他这个人情世故里边有很多并不是当官的本人能够完全在任何时刻都划清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官场的这个这个这个文化太渊远流长了 我就下去看过还不是什么大官 他就底下他就比如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一个什么一个北京来人了地方这种接送 然后下面人主动要跟你就是说让你在下面很高兴 他就送给你很多礼品啊什么东西都不见得是要你直接有什么回报的 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官是怎么办 他如果他要按这个纪律处他什么都不能 一块月饼一个什么什么小一块哈达 可能都都不应该接了 那倒可是要分到这么细 这个这个工作还能做吗 就整个这关系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了 这个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啊 这个按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他自上而下呀 就是宁可要规定的严格 尽可不尽人情 尽量少留这个空隙 你只要一留了这个空隙啊 不知他一于湖底 我跟你说就是我呀 就是担任相当的职务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上中南海开会啊 喝茶呀自己要带五毛钱 才能拿一个那么一小包茶叶一个茶包放上去 有一次我在勤政殿开会啊 我换衣服啊 你又不敢穿的太随便 换衣服兜里一点钱没有了 我就只好倒白开水 那时候广播影视部长是艾之声 艾之声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他一看我倒白开水吧 就笑了 没带钱吧 扔我一块钱 喝去 赏我一块我就 然后我把这五毛再还给他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这也太过了 是不是 你开会喝茶 回到这会儿 回到幸亏 要不是艾之声赏赐我 我还能弄给白水喝 后来这个规定就没有了 但是我现在回头来 我感觉到当时有这个规定啊 是有它的意义的 为什么 尤其各省的人 你来开会说 哎呦 说中南海这这么严呢 他回去起码他胆小点 约束一下自己 如果你要在 如果你这敢喝茶 他那就敢上月饼 你这敢吃月饼 他那敢上龙虾 你这吃了龙虾 他那这个什么叫 叫什么包吃 鱼吃鲍鱼 鱼吃鲍鱼 燕包吃 您吃过 他全上 他全上 所以我说他里头有这么一个 这是中国国情使人 他必须就是特别的严格 但是你具体处 你规定些这些制度啊 什么时候 你可以规定的非常之严 但是你具体处理的时候呢 第一要调查研究 第二呢 要允许本人申辩 而且要认真听取他的申辩 第三呢 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因为这罗生门呢 世界上每件事的版本都多着呢 你以为只有一种说法吗 哎呀 您这讲的真全面 对对真全面 恰到好处 我觉得这对我们啊 做这个媒体的都是个提醒 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我们做 比如说我们这节目组在后来开会的时候啊 当然为了说话的方便 大家可能就简单化了 但有的时候啊 反映某种潜意识 就是说哎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是经常你看我们要报道一个事 实际背后大家说哎 他打谁 打谁 打他是吧 哎 好像很快就定了性 然后就是雨不惊人死不休啊 对吧 哎 就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啊 我听一个经济学家就跟我讲过 他呢 就是说你在中国你搞讲座 他这么一个社会 雨不惊人死不休 他说我跟你说我的经验 中国经济要是有五分的危险 我就跟你说他马上就要崩盘 因为这样 我说的话就把他们震住了 你知道吗 这是传播呀 传播 传播呢要求有力度 是不是啊 要求生动 要求煽情 要求你不惜夸张某一部分 这个麻烦 就是你传播和具体的做人事处理 做司法的这个这个这个审判 对 做判决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 对对对 这其实你看就 这我当然拉的远点就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叫鲁迅体 就鲁迅的这有些话呢 明年他确实说的尖锐 透 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经常也很过 你知道他专门就是说那个很 雨不惊人死不休的话 所以大家都仿这个就都能出位 都能抓眼球 你就没听说过有一个叫胡适体的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 那个太过了 咱们你看胡适先生说的话 其实胡适是我们大家的朋友们 很温和但是摆出来都是灰色的 没有一句话让人说响当当 就让你觉得哎呀真是痛快淋漓 他就流传不开 是现在我学的是王蒙体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刚才是不是听王老师说 当年都有过就说 比如一个一个报道作品 就能够影响一个人最后 一个报告文学出来了 然后过了不到一个月 枪毙了 80年代有过 那是罪有应得吗 反正你要是按那个报告文学的内容 没有一条够得上枪毙的罪棍 还有最近我还挺爱看 就是那个焦点访谈 跟那个什么东方时空 里面有一个我干的特别替老百姓说话 就是说办事难 办一个证 去了六次 然后有一位女的警方的人员 他那个脸子 我怎么看着那么熟悉 他自个儿在那看报 这时候人家来找他 他就那种不耐烦那样 哎呦那个嘴脸 所以我觉得对这种事情进行批评 太正确了 哎呦现在这可火了 你知道吗 焦点访谈把这个一打呀 多少个人呢 都把自己这辈子办正难的这个事 全在网上晒出来 但是这里得有一个问题 第二天就宣布 已经撤职了 调离公安部门 连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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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能不能别这么快 处理人的问题慢一点 伟大毛主席都教导我们 说你处理什么事 冷处理吧 因为你热处理 有时候他容易带有一种 这个这个这个 你说这个快 咱们是可快可慢 前一阵就东北某省会城市啊 就是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厅 然后出现他们说神一样的这个一幕 本来这记者去啊 排到这个号 就后边今天办不完了 后边没有了 大厅里等着几十号人 13个窗口 经常开的只有四个窗口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领导进来视察工作 一群人陪着进来 他这一进来 哗他全开 哗他每个窗口都排满了人 半分钟之内 你说他这领导一来 他要快 他能神一样的快 这也是中国的 现在有时候网络民意啊 我认为有半个领导的效应 你只要一吵起来 他连夜就得处理 要不然他招骂 他盯不住 可能有这个 他是传媒时代 传媒时代 传播力量太大 但是还是要允许人申诉 你还讲一下事实 有种表面看 毫无疑问的事情 对 仍然不用说 没错